在我們的PowerPro裡面呢 把每一張是不是稱作投影片 在我們Focus Guide裡面 把每一張稱作一個路徑 因為其實對它而言 你 所做的內容 實際上就是 這某一大張 然後呢 左手邊這些 就是我從哪裡經過哪裡經過哪裡經過哪裡 過去的 那各位老師你有看到 路徑一 路徑二 有沒有發現這裡也有一 這裡也有二 這就是它的那個播放順序 好播放順序 所以 調整播放順序沒有問題吧 PowerPoint應該會上升 因為你會這樣子就好了 是不是一樣的 調整那個播放的順序 所以你就按著它拖曳 那相反的 如果你這個路徑不要 你就把它叉叉 這樣就可以刪掉 只是 它的物件本身 預設並沒有刪掉 只是你不經過那裡而已 不經過那裡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如果你 選了這個範本 一定很難剛好 這個撿爆的數量 就是那個投影片的數量 跟你要的剛剛好 很難吧 所以我們會需要增減的動作 減少比較容易 增加怎麼辦 你看上面這裡 FocusGuy呢 提供了 六種方法 老實一定覺得我算數不好對不對 一二三四 對不對 四種 還有哪一種 照相機也是一種 還有一種 不在這裡 所以它總共有六種增加路徑的方式 六種增加路徑的方式 那你會發現 預設是不是就所謂的隱形隱格 就是最下面這個 平常我也是都以這個為主 但是為了讓各位方便 所以 看啦 就是說 所以我先用矩形的 我先用一個矩形的 那你看 選定好你的隱格的類型 之後我就在這邊 按個加號 按一下 它會問你說 你是要加哪一種類型的 有沒有 那如果你都不要 就讓它自己選 也可以 所以我就 先用第一種 按一下 有沒有它就把你 弄得很遠而已 好 那麼 您看到 有沒有看到很明顯 一個外框的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預設我們都用隱形的吧 因為這種簡報 你又有這種框框 就覺得蠻醜的 我就是不需要有 每一個那個框的感覺 所以 像這樣 你就可以加進來 那 您在這個裡面呢 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就來加一些 好 剛剛這個 沒有用過的 OK 加進來 加進來 那你要打字啦 那些都沒有關係 好 這邊 文字 我進來的 進來之後呢 您看喔 如果說各位直接在這裡的話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樣子我要點到那個框 有時候選不到 你就用滑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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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到這框框有沒有這樣就找到了 好 就是要往後退 點到它 當我移動它的時候有沒有發現裡面的跟著動 因為 你是我們家的人 這樣了解嗎 因為你放在這個框框裡面 表示你做這個簡報 好 可是如果你在用的時候你是站在一半的 這樣是不是有站在外面 這個時候你移動它 他就說你不是我們家的 我不能帶你一起走 當然不是不能這樣做喔 只是說 你如果在放的時候你希望它一起動 那你最好是放在它裡面 那如果我不要 就不要放在它裡面 有沒有辦法跟著一起動 可以 你看我們按滑鼠左鍵的時候 滑鼠左鍵我們是不是這樣動 是那個 板子在移動 如果你要框選比較多個物件 請你按滑鼠的右鍵 按滑鼠右鍵 對了糟糕這個時候Mac沒有右鍵 Mac有右鍵嗎 用滑鼠就可以 好 用滑鼠就開 我記得Mac的滑鼠好像沒有右鍵 有有就好 你用右鍵框選 這樣了解嗎 右鍵框選 有沒有這樣一樣可以選到 這個時候你再移動 好這樣就可以 你就可以一次選到比較多個 好那麼再來我們要給各位看一下就是 您剛剛有看到這邊 我在這裡 假設我先放進來 如果這個我把它做一個旋轉 轉這樣好了 轉這樣請問待會進來的時候會怎麼樣 我剛剛是把他轉的角度 對不對 來看一下我頂過來 管你怎麼轉我還是把你轉正有沒有 就是像這樣子 那今天如果你覺得 我就一定要 這樣子我比較喜歡不行嗎 可以 我們剛剛左手邊是不是只有四個 對不對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需要什麼 我想要自己的角度 我想要怎麼樣 自己決定我要看到的範圍 有沒有 比如說我同時要看到兩個 路徑不行嗎 可以啊 假設我就是要看到這個範圍 你就拿照相機來拍一下吧 有沒有 照相機 所以我就把它拍一下 按一下 好 你看下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多一張出來了 這樣子 我就沒問題啦 你這張我丟掉 點到他 這樣過來 有沒有就是你剛剛那個角度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我要看到的範圍 我要看到的 就是那個角度 像這樣子就比較好 比較有彈性一點 因為以我們一般的這個 PowerPoint來講 你是不能做這件事情 好因為你 你那一張就是固定大小 固定的一個尺寸 好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講五種 還有一種在哪裡 還有一種在這裡 今天如果你在這邊 剛剛是這個對不對 好我先把它拉 拉到旁邊 今天如果我覺得 我就是想要以它為中心 你看我點到這個路徑 或者文字都可以 來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旁邊有個加號 有沒有一個叫新增到路徑 就是這裡 也就是說當我 以這個物件為中心的時候 我按一下 你待會進來 就是以它為中心就放在這裡 所以這就是第六種 好所以 我們在Focus在裡面 它總共有這六種 增加路徑的方式 增加路徑方式 你可以選擇 最單純的就是像 這種 看到哪一個就把它加進來 這樣就好 好那也可以就是直接從上面這邊 去選擇它 預設的這些框 當然我們是鼓勵各位用 隱形隱格 應該是相對起來 會比較好一點 好就整體的設計上會比較好 那另外一種就是 你自己決定好範圍之後 用拍照 用拍照的 這樣 老師您對這六種方法 有沒有比較 熟悉了 因為說真的 大家在用 剛開始用的時候會有點不習慣 畢竟 你經過微軟 訓練那麼多年 要離開它 也是要有點勇氣 對不對 事實上 我們介紹這個Focus在 也不是告訴各位說 你就不能用微軟了 只是 老師要知道 當你的工具 可以用的東西越多 你是不是可以做的 變化的花樣 越多 對不對 因為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一些 不同的刺激 你才會有不同的想法